一輛紅色機車高速穿越交叉路口 下一秒 迎頭撞上對象的白色轎車 機車騎士當場被撞飛 慢動作來看 機車騎士整個人騰空 往轎車的短風玻璃上滾 翻過了轎車之後 在空中轉了180度 重摔在地 動也不動 一旁的機車卡在轎車頭 恐怖瞬間 讓一旁的民眾連忙 下車關心 機車騎士沒有注意前方路況 左轉的小客車 也沒有理讓執行車輛 才會釀禍 說清楚這名機車騎士 並沒有生命危險 還在醫院觀察當中 但新竹的這兩名機車騎士 可就沒這麼幸運了 騎士滿身是血 躺在單架上 同步還被支架固定住 表情十分痛苦 一旁的救護人員 頻頻跟他說話 要他保持清醒 機身逆向倒在快速道路上 前方的計程車車頭被撞凹 引擎蓋也被掀了起來 可見當時撞擊力道有多大 兩名未成年男子不但無照駕駛 逆向騎上快速道路 在下駕駕道口的時候 迎面撞上這輛計程車 後座許姓男子全身試傷 送醫觀察 前座的男子則當場身亡 延續兩起交通事故 都是因為騎士搶快 不但危險還斷送了自己的 報規性命 記者黃志昌 宋湘霖 新竹台南綜合報導 現在是非常精神的 證明過程的